那么最后我们来讲一下第九章 第九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 那么也是孟子在回答宫都子 所谓宫都子就是他的弟子 宫都子问的时候 那么详细地阐述了自己 为什么跟诸子百家不一样 为什么要计从孔子 为什么要好变 为什么不得已 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正人心 人心不正 我们今天讲世道人心 世道的根本在人心 人心不正 那么世道就不可为 那么这一章 宫都子曰 宫都子来问 外人皆称夫子好变 敢问何也 就是别的人 不了解您的人 外边的人 不是我们这个师弟几位 不是我们弟子们 都说夫子您好变 为什么好变呢 我们从前面可以看到 他跟梁慧王讲话 跟齐宣王讲话 还有跟齐国卫国的大夫们讲话 就可以看到他好变 确实好变 他总是要把他们拉到仁义来 那么所以他说 这个为什么您好变呢 因为这个变可不是儒家的传统 那么孟子就说 于其好变在 我难道是好变吗 于不得已也 我是不得已 我并不是想变 我只是表达我的看法 而且我只是根据每个人的特点 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所以说天下之身久已一治一乱 这也是很有名的一句话 天下的运行 那么天下的生命 那么很久时间很长了 也就是按照孟子的讲法 从尧顺以来 那么很多很多年了 那么一治一乱 有治有乱 就是有治理的好的时候 也有乱世的时候 所以他来 后面就是来紧接着来讲 这个一段历史 其实孟子的历史观 是非常浓的 他对历史的认识 其实他很多的理论 思想 都是建立在对历史的一个看法上面 当摇之石 水利行 泛滥于中国 这摇的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过去经常讲 大洪水的时代 那个时候水利行 所谓的水利行 实际上就是水 并不按照原有的水道 因为水的原有的河流 河道这些走 为什么 因为洪水来了 那么泛滥于中国 这样的时候 整个的洪水 蔓延在整个当时的中原大地 那么蛇龙居子 名无所定 就是当时蛇 龙 那么因为随着这个水势 而到了地上 那么到了地上 老百姓 就没有地方可以居住了 不能跟龙蛇居住一块 怎么办 下者为潮 上者为银窟 就是在下面的这些人 也就是在地底下的这些人 就是低地的这些人 就是我们说水往低处流 在低处的这些人 就只好到那个树上 咒潮 咒潮来当着自己所居住的地方 然后上者为银窟 就是在高地的人 因为水没有蔓延过来 所以他还可以建造自己的半地穴的房子 那么所以举了上书里面的话 说降水仅于 那么降水洪水也 就特别讲到了降水 那么降水呢 实际上是没有边界的 就是不停地在流的 也就是这个洪水 它不按照河道流 它已经漫溢出来了 是这样子的 那么所以这个顺呢 就摇呢 就让这个雨啊 下雨啊 来治水 雨呢 就掘地而住之海 去龙蛇而放之居 就是就把这个河道 疏通 疏通以后呢 使这个洪水能够往海里流 然后又把这个龙蛇 这些水里的这些动物 然后把它们 还归到那些 有水有草 有水的那个沼泽地 按照我们今天来讲 水又地中行 江淮河汉市 这个时候水 才慢慢地回到了原有的河道 形成了我们后来的 长江淮河 黄河汉水 这样的地方 那么贤祖既远呢 了受之害人者消 这个时候贤祖就没有了 那么了受害人的 也已经消失了 然后人得贫土而居之 这个时候人呢 就可以在贫地上面 能够居住了 也就是恢复了原貌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是安居乐业了 这就是瑶的时候 那么瑶顺即末呢 圣人之道衰 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什么情况 暴君带坐 所谓的带坐 就是带就是根 跟叠 就是不停地出现 暴君 那么坏公事以为无耻 我们上次也已经提过 就是把公事 就是老百姓居住的地方 把它推倒 然后来做自己享受的 所谓的这个河池 也就是原有啊 河池 这些这个 这个 就像我们今天所讲 以河园 园园园园 这样的地方 是吧 去享受 民无所安息 这个老百姓又没有 安息的地方 啊 弃田以为原用 啊 这个毁弃的田土啊 就是耕地啊 又变成了打猎的地方 啊 玩的地方 使老百姓的不得已死 这样的老百姓又不得已死 这样的我们就想起了 这个养生丧死啊 王道就荡然无存了 啊 然后就出现了什么呢 那么邪说暴行又做啊 啊 原有 污池 配池 多 而禽兽之 这个时候呢 又出现了禽兽啊 又出现了这个 因为老百姓流离世所 啊 那么原有里面 大量的都是打猎的 这个禽兽 禽兽就 实际上禽兽 就占据了老百姓 原有所居的地方 啊 那么这个话是非常厉害 啊 所以后面就出现了 什么情况呢 出现了 周公 向武王 就周武王 这个来伐咒 啊 这个讲的暴君 其实就是夏节啊 商咒王等等 这一批人啊 那么诸咒罚焉 三连讨疾军 啊 这个三连呢 来讨 讨伐这个 他们的这些暴君 啊 然后去非联与海域而陆制 啊 就杀了这些 这个令臣 啊 就是这些 非联是商咒王的姓臣 啊 就是 就是那些奸臣啊 都把他杀了 灭国者五十啊 灭了五十个国家 就是那些 所谓有暴君的 这些国家 驱虎暴 西向而远之 啊 那么 又使这些动物呢 又回到了自己的地方 不要占据老百姓的地儿 啊 那么天下大悦 啊 这个天下都很欢欣孤汝 啊 这就是智识 啊 又出现了智识 那所以又引了上书 里面所讲的 批显在文王末 就文王啊 啊 这个功德 是非常非常 这个高的啊 非常非常显明的啊 那么五王列 就批成在五王列啊 五王就是根据文王之道 接着来的啊 其右我后人 贤以正无缺 就讲到了整个的文王 五王 他们所处的时代 是一个王道 行的一个时代 啊 而不是像暴君所处的时代 那叫什么 率兽食人 啊 就实际上是率领这些野兽 禽兽 来食 吃老百姓 啊 那么孟子经常用这样的比方 来让我们感到很汉颜 啊 那么实际上 历代的这个 昏庸的 昏庸的这个君主 都是这样 率兽食人 用自己享受的东西 来吃掉了别人 啊 表面上 他并没有真正 没有自己吃人 实际上是 因为你享受荣华富贵 过度 过多 过度 就必然会扰民 啊 这样的话 在孟子看来就是率兽食人 那么市道 市衰到尾 邪说暴行 又做 啊 后来 到了 这个周代 特别到西周 末年 那么后来又出现了 啊 这个 邪说暴行 啊 那么又有一些暴君的出现 然后又到了春秋 时代 战国时代 反复的出现 啊 所以他说 城市其君者有之 啊 这样造成那个大臣呢 杀掉自己的国君的 啊 比比皆是 啊 指示父者有之 啊 就是 儿子杀掉父亲的 也比比皆是 啊 这我们看 春秋 就能看得出来 所以后面讲 空子聚 做春秋 空子看到是 很害怕 很担忧 啊 担忧 王道不行 担忧 暴行 既做 啊 担忧 世道人心 所以做了春秋 啊 我们现在看春秋 春秋时代 基本上就是 这个 成世君 子是父 啊 这是一个乱世 啊 所以特别讲到 春秋 这部书 是天子之事 啊 那么 讲的就是天子之事 啊 也就是周天子的事情 所以在春秋这个书里面 讲的都是天王 啊 天地的天 天王就是指周王 其实这个意思是表示 是行天道的王 啊 那么用行天道来抑制 这个春秋的霸道 啊 那么这是空子做春秋的一个用意 啊 所以事故 空子就说 自我者其为春秋乎 啊 大家如果想了解我空子的话 了解我的思想 了解我的主张的话 啊 其为春秋乎 就是可以去看春秋这个书 啊 春秋恰好是我 把我对当时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就在里面 啊 罪我者其为春秋乎 啊 如果不知我者啊 对我有意见 不同意我的看法的也是在春秋 大家可以好好去阅读啊 我想这是孟子所讲的这番话啊 那么在后面他特别紧接着又讲了有关这个圣王的一些问题啊 他特别讲到圣王不做啊 诸侯放置啊 就是这个西州啊 已经示威了 所以圣民的王啊 没有起来啊 坐就是起 那么诸侯呢 就放肆啊 那么处事呢就横溢 就是底下的这些亲大夫们 特别是士大夫们啊 就开始横身议论啊 就是逾越了各种礼仪的制度啊 就来有各种的说法 这个处事横溢中间就包括我们讲的诸子百家 就诸子百家就各有各的说法 前面我们讲的龙家有龙家的说法 墨家墨家的说法啊 然后阳朱莫迪之言迎天下啊 这里面讲到了阳朱 讲到了莫迪啊 那么阳朱呢 其实在先秦的文献里面有记载 阳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在这里给大家列了他的一个主张 阳朱是拔一毛立天下而不为者 是什么是完全一个利己主义者啊 就是要我拔一毛 就是我身上一点东西给别人 我都不愿意啊 这么一个人 那么莫迪呢 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过 莫子啊 是这个 鲁国人 也有人说他是宋国人 是生活在孔子 这个过世以后 和孟子生前这个之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对于战国前期 很多的事情都有参与 那么他的主张就是 我们前面讲爱无等常 如果说是阳朱是拔一毛立天下而不为 那莫迪恰是反的 是把节气所有 节尽所有自己一切的东西 都要立天下 就是毫不保留的 什么东西 就是按照孟子的说法 实际上是毫无原则的 什么东西都是这样 就没有自己了 那么按照孟子的讲法 实际上这都是不对的 所以在这里特别讲到 天下之言不归羊 则归末 也就是说当时的诸子百家 实际上不是利己主义者 就是利他主义者 不是纯然的利己 就是纯然的利他 那么所以就会造成了 不归羊则归末 这个羊末之言 所以他特别讲到 羊是为我 特别讲到这个羊是 这是羊猪 他的特点就是为我 事无君也 因为他只利己 拔一毛立天下而不为 那何况还替你君王服务 他肯定不愿意干 这叫无君也 那末是兼爱 末是兼爱 这是末子的主张 也就是爱无等差 那么是无父也 什么叫无父也呢 就是把别人的父母也当作自己的父母 跟自己的父母是一样的待遇 那么这是无父也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因为这是二本 是无父也 无父无君是秦寿也 这是孟子非常重要的话 我们前面说 孟子讲话中间的那些判断句式是很多的 暂听节点 而且是很有气势的 这是我们读孟子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读孟子 孟子有一股气 这个是通过具体的思想和文句表达的 你看他前面讲 阳朱为我是无君也 这就是典型的判断句 末是兼爱是无父也 而且不光有判断 还有排比 无父无君是秦寿也 这特别讲到了这个人跟秦寿的区别 如果没有亲亲 没有尊尊 就是没有君臣关系 没有父子关系 那就是秦寿 那么这是孟子讲的儒家的道理 那么后面又提 从公民仪来讲起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 公民仪 那么 他特别提到 跑有肥肉 就有肥马 就是这个君王 你的那个厨房 有肥肉 这个非常好的 好吃的 那么就有肥马 就是你的这个马就 就是养马的地方 有肥马 这个马 但是呢 民有鸡色 就是老百姓的脸色 是显然是吃不饱的 也有饿瓢 也就是说 在那个野路上 在平常的路上 路边上 你都可以看到 那些饿得快要死的人 这是什么 大家比较一下 这个排比的句式 这里就能看出来了 而且这个是有对比的 君王你是跑有肥肉 就有肥马 但是你的老百姓呢 民有鸡色 也有恶瓢 那么这叫什么 这叫帅兽和识人 我想这话是非常厉害的 那么这也是很 很重要的 孟子对当时战国时代的 一个判断 那么历代以来 我们对此 都有很多的深思和理解 那么后面接着他也讲 阳瓢之道不息 孔子之道不住 如果这种 为我 兼爱 这样的思想 这样的主张 如果不停止 那么孔子之道 就不能够住 就不能够遭险 不能够显明 凸显出来 是邪说 无名 什么意思 我们就想起前面 讲民事不可缓的时候 他特别讲到 是吧 所谓 如果 焉有人人在位 而能网民的 这里就讲了 焉有人人在位 而有邪说来无名的 那么我想这也是可以看到 孟子的主张 所以特别讲到 这个邪说无名 称色 充色人意 就是邪说 已经把老百姓 搞得不知道 什么方向了 那么 无网 那么充色人意 使人意都已经读起来了 都不能让人意 能够彰显出来 容易 仁意充色 则率受食人 就是 就我们前面讲 不忍人之心 这个不忍人之心 已经没了 已经被堵住了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仁意之心 就很难以着迷 这样的话 你就按照我们今天讲的 就是没有良心了 没良心 你就率是受人 率受食人 率受食人 最后的结果是 人将相识 这就是点出了战国时代 战争 杀人的情况 那么既然你能够率受食人 那么我用我 我这个国家的士兵 去杀那个国家的士兵 那不就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那么这个 无为此句 所以他跟孔子一样 孔子对春秋时代的判断一样 所以他说 无为此句 我感到很害怕 很恐惧 这样下去的话 那么天地良性都没了 所以他特别讲到 这个贤 这个先圣之道 所以应该是真正的能够捍卫 先圣之道 就是孔子以来的 或者说 这个姚舜以来之道 能够抗拒 抵御 这个杨末 杨朱莫敌 这样的话 才能够远离 放 放淫词 才能够远离这些 这个 这个不好的 那个 不正的这些言论 邪说者不得做 这样的话 邪说就 就 不 不会再起来 那么这是孟子所讲的 所以他又用了前面几章 前面几篇 所提到的 坐于其心 害于其事 因为心不正 所以才会害事 因为没有良心 已经失去了良心 所以昧着良心干事 那么坐于其事 害于其正 因为坐于其事 因为率受是人 那么这样的情况 一定会害于其正 那么使得自己的政治 也就不是人正 而是以利行 而是一个邪恶的政治 圣人复起 不亦无言以 他特别讲到 如果圣人 再兴起 也不会更换 也不会觉得 我的话讲的不对 我这个话 应该是对的 所谓坐于其心 这又回到了 我们前面讲 不忍人之心 不忍人之心的人意 被充塞以后 就会出现率受是人 天地良心 没有被发觉 没有被彰显 那么的话 一定会出现 所谓不良的政治 不会有所谓 不忍人之政 也就是人正和王道 那么后面 他就紧接着 特别讲到了 过去的一些情况 他就举例子 特别讲到 西者 就是过去 这个雨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 下雨啊 这个溢至洪水 而天下平土了 天下就已经出现了 可以安居乐业了 那么周公呢 兼遗迪 驱寿而百姓灵 这个周公呢 他能够把遗迪 也能够叫化 实际上能够把遗迪 也能够收编过来 也能够使他们能够行礼仪 成为礼业文明的一部分 驱寿而百姓灵 这样的话 把野兽 那么禽兽 把他驱赶走 最后百姓能够过得安宁 也就是天下太平 百姓安宁 那么孔子呢 成春秋 而乱成贼子句 孔子呢 做了春秋以后 所有的乱成贼子 是讲春秋时代 到了战国 乱成贼子 看到春秋就会害怕 因为春秋就是讲的 褒贬 讲的劝谏 讲的要新王道 讲的要尊王 尊王就是中王道 所以又引了诗 诗间里面的话来讲 鲁颂里面的话 荣敌是印 金术是成 则莫我赶成 特别讲到荣敌 那么荣敌啊 就是你可以去 对付他们 那么荣 我在这里给大家有个解释 这个荣啊 就是指西戎 西北的 北敌呢 就是北敌 西戎北敌 我们俗称西北的少数民族 金苏呢 是金 是楚国 楚国原称金 那么苏呢 是苏国 有人说实际上就是 现在安徽 苏城一带 那么印呢 本来是打击 就是打击荣敌 惩罚这个金苏 金苏实际上 在 在这个 周人看来 也都是属于蛮夷 那么 抵御呢 这样的话才能够抵御 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 这个 莫我赶成 那么这样的 无父无君 是周公所应验 这个 无父无君 这样的情况 应该是周公 他所要打击的 那么 而我呢 我 孟子 抑郁正人心 我就是想正人心 通过正人心 来平息 邪恶 不正确的说法 具弊性 就有一些不温妥 那么 很怪异 不符合 礼仪的 这些行为 放淫词 就是 要远离 这些 不好的 这些言词 那么 以成三圣者 这个三圣是谁呢 就是 与 周公 和孔子 我们在这里 大家看 道成三圣图 其实 从三圣 再往上 就是我们的道统 就是 尧顺 与汤 文武 周公 孔子 那么就 建成了 这个孟子 所认为的 那么所谓的 圣人的 统系 其 其 好 变在 这又回应了 宫都子的话 我不是好变 于不得已 我只是为了 或者抵御 对阳诸 莫敌的 邪说的 这是 圣人之图 所以他讲 孟子也是有这样的 期许 对自己 对弟子 都有这样的 一个期许 这是我们在 这一章 所看到的 内容 所以我说 孔子坐春秋 和 而乱成 贼子 聚 那么孟子 言人意 而聚 仰慕 所谓 正人心 那么这是我们 在这一章 所看到的 内容 这一章也有一定的 总结性 对于我们前面的几章 也对于我们前面的几篇 就是孟子要说明自己 最终是为了 正人心 无论是 他讲到 仁意 还是讲到 他的哲学思想 和政治思想 最后 他的主要的任务 是正人心 那么我想 这是我们读孟子 要读到 新上去 很重要的一个地方